過去我們有洪仲秋事件 當時直接把我們的軍隊的文化 大幅的撼動 洪仲秋事件的時候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當時軍方的發言人 他說報告各位學長完全沒有畫面 那一件事情導致什麼百萬人上街頭 叫做國防部 部是黑部的部 把它照住的意思 現在大家說海巡署或海洋 這個海委會叫海巡部或海洋部 又把這個變成黑箱給照住 所以其實在整個民意上面 是指引你政府做這件事情 這也是民進黨現在壓力之所在